中美最新一轮经贸高级别磋商 十一日在华盛顿结束后 特朗普在白宫宣布 双方已经达成实质性的第一阶段协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又对香港抗争事件表示 香港的抗争活动正在逐渐缓和 香港问题将会致行解决 还形容美中在进行一场爱情盛宴 特朗普的这句话等于是承认香港事件由美国英属 中美贸易谈判又外挂一提 接下来美国是未必把撑下香港的时候完全烧毁了 至少会有所收敛 之前有所为香港抗争会烧到明年1月台湾大选 那至明年11月美国大选的说法未必是正确的观察 中美贸易战修宾对台湾将产生蝴蝶效应 后续发展值得我们观察 香港修理抗争从6月赤金已经烧了100多天 回顾这段时间也正是蔡英文利润剪刀枪 致激进分子在香港股东社会运动暴力抗法 台湾当局及台独势力就蠢蠢欲动 如复古之区般的盯上了东方之助 为香港暴徒邀请闹喊 蔡英文是找遍不住了 她声称香港冲突非常严重 我们更坚定相信一定要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 只要有外在不愿担心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 太阳延将以轮道救援的凡事给予个案感染解阻 一般舆论认为蔡英文正是奔出来趁热点 在岛内制造大陆打压的紧张气氛 塑造自己台独救世主的形象 拿香港当大选提款机 这成为蔡英文支持度节节攀升的关键转折 部分民调甚至大赢韩国瑜高达20%以上 香港事件布置推升民进当选庆 也来柯文哲郭台铭智囊而推翻起产史2020 柯文哲率前受犯时谈到香港问题之言 台湾大选除非有很大转折 现在大概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香港事件若因中美贸易战休兵而缓和 对台湾省情必将产生联动 进一步看中美贸易战休兵 对台湾大选的蝴蝶效应可分为内部和外部两项因素 内部因素方面证明美国特朗普政府 因此国内经济与自身顺激问题 经不起中国长期对抗 相依台湾派和香港派制衡中国是错估了形式 提估了中国对捍卫主权的决心 如今审视特朗普也想赶快处理解决创造双眼 去与香港情势与台湾选举有着高度的联动性 但美国又敢于中方压力降低揭露台独 对两地局势都正产生影响 外部因素方面香港落贫心后 经济难就少了一张牌可打 很难创造看中的震荡性 特别是对其实更需要稳定两岸关系 找了更好发展机会的年轻人 在台湾方面民进等强大的台独议题 未来两个多元可望因香港城市的转变 失去战士的点火出门而渐渐顿化 但蔡英文也绝对不会放弃主权牌 因为这是民主党唯一优势议题 除此之外经济内务外事两岸 另一个是对绿营能占上便宜的 在韩国瑜即将勤架掺水之际 出现中美贸易战修兵美中关系黄河 无疑是给魔命党一个契机 就看韩国瑜阵营能不能好好运用 把这因素倒入选战政策 创造对选情有利的一面 国民党如果不了解台独 已经失去操作根基 还跟着不放现在民进党设定的战场打仗 这场选战要赢的机会是有限的 台湾联合报时山绿报道称 国民党2020参选了韩国瑜阵营 首度针对两岸政策 正式向蔡英文下站铁 韩国瑜政策顾问团表示 两岸政策是台湾生死纯碗的关键 且攸关经济发展 韩国已已经准备好与蔡英文 进行一场两岸政策大辩论 时间底点都有民进党选 希望愈快愈好 因为民众没有时间再等了 报道成岛内日前传出 民进党的2020精神策略 是七分打韩国鱼三分打科文者 昨天民进党主席卓龙泰对策回言称 民进党目前最重要的是 保住台湾安全跟主权 应该十分保台没有再打谁 对此韩国瑜政策顾问团发言人表示 这段话是在催眠之急 还是在欺骗民众 请文明进党是否能保证 从现在开始不黑喊 不攻击任何对手 大家理性竞争 愿最实际的政策 让民众在明年1月11日做出选择 韩国瑜已经公布了两岸政策白皮书 对蔡英文处理两岸问题的方向 与能力提出质疑 更对两岸关系的现状忧心忡忡 两岸政策是台湾绅士纯丸的关键经济发展的大事 台湾民众已经应勿了口水仗 需要的是针刀石枪的政策大辩论 但是民进党当领导人柴英文实力发表谈话 通编冲斥大陆威胁台湾 挑战区域稳定和平的论调 大事煽动仇视大陆 更叫嚣台湾是面对中国崛起和扩张的第一道反线 陆志卯如尽的挑衅 瓦弄的是民进党骗其顺票的老掉牙的政治骗术 施政无能的蔡英文为偏连论 把大陆威胁来转移焦点 还要绑架台湾民众和他一起克服挑战 把危机化为转机何其可笑 谁才是当前台湾的威胁和危机不就是他之子吗 蔡英文今年谈话与去年大不同 去年还大谈产业能源交通养老治安等问题 今年折罐传嘲弄两岸关系议题制造两岸对立 古照敌视大陆必预理地营造孔中反中氛围 然相比较的话就可以再清楚不刻地看清 蔡英文和民进党的政治小双盘 举一举破镜深情告紧 干净施政太难太累不惠言 于是旧无意 通过攻击大陆 煽动对大陆的恐惧与仇恨 制造两岸对立对抗 这才是骗取选票利益的票房狠药 蔡英文的这篇谈话洋洋傻傻的颠倒黑白 细细秘密的编织还言真可谓是杀毁口信 自己一手造成两岸关系陷入占据 还不断调性攻击大陆 却方要依靠污蔑大陆威胁台湾 上台三年多来 民进党单局但方面破坏了 两岸关系发展的共同政治基础 有意切断两岸联系 去中国化行径不断 纵容各种态度活动 阻挠限制两岸交流合作 不断地抛出充斥两国论灯 事与升高两岸对抗 还将黑手伸向香港 上方点火推波助澜抹黑 攻击一国两制 反正种种不意而助 试问这些不是挑衅 那什么是挑衅 上台之初蔡英文还口口声声说 要维持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现状 不挑衅零意外 事实证明这些不过是其杀下的虚伪谎言 因失证无能执政不利 导致民生调毁民怨失起 其民意支持率一地叼至两成 随着选举利与临近未拉审票 他再次开启超弄两岸对立的按钮 这招获其对民调营一时管用 对台湾的发展和民众的福祉 却是一害无权 这才是对台湾极其严重的威胁 制造两岸对抗 破坏两岸关系的俄国 已不断浮现 蔡英文单局过境损毁了 两岸互信基础 令两岸制度化往来中断 全面影响两岸各领域的交流 还直接冲击岛内经济和民进 更为严重的是 其欲将两岸推向对抗的航路 伤害两岸同胞感情 重新制造隔阂和矛盾 这将是两岸同胞难以承受之痛 回顾两岸军事对峙 与关系紧张的过往 是两岸同胞最不堪亏首 最不乐见的 蔡英文在讲话中有意冲击 这是一番欢谬且恶毒的拉仇恨论调 他还声称要推动反位置住 拆购先进武器强化充足战力 陆迟不息将台湾变成火药桐和战争交土 蔡英文是何急行把台湾加油 壮大台湾挂在嘴边 其实是要台湾为他连任加油 壮大他口袋里的水漂 蔡英文显然只顾一级政治之师 哪管未来台海威慰 明年人都看得出来到底谁在说谎 谁在制造危机 蔡英文说上太空可以看见 五千五百万光年外的黑洞 其实不用上天他已经来人们看到了 台湾正在被他推向黑洞 他才是台湾的危机 没有了这个危机 台湾才为了转机 蔡英文不识如何正确推动台湾发展进步 垂一行嘲弄两岸议题破坏两岸关系 因为这样就可以探紧如此事为 其实对台湾百姓负责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时代桥流 又是广大两岸同胞的共同用户 逆流而动的知识政客 中将被人民抛弃被历史唾弃 我们的孩子们可以在一起 所属的身体 我们的孩子们在一起 这个人都可以 reminding 这是第一次啊 他们对这个人的心态 ましょう 大家 听说 会员 我们就能听说 对没有人的心态 発生的心态 里面我们的心态 归不容易 对玥日记 感谢观看